海外网报道 发表文章称,今年俄将组建一个驻兵种和尚集团军,一个空军和防空集团军,一个野战军,亚述海,海军区,五个师,26个旅,莫斯科军区和列宁格勒军区,并为这些部队的组建提供人保障 俄军事专家认为,俄军此举是为了长期要和北约军事威胁做好准备 其实不就是为他这一个人独裁,谋福利吗,就为他这一个人,或者他这旁边周围的一伙人 而普通百姓孩子们的生生死死根本就不在乎 谢了